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活换工 请了 这人哪儿来的 是啊 哪儿来的 这是他吗 既然我是书中反派 那只要稍微胡闹一下 就会有人同胞陆大侠吧 那见到了陆大侠 就离男性不远了 你 喂 知不知道 陆大侠和男小新在哪儿 肖大侠 真的是肖大侠 肖大侠 肖大侠 俺们今天总算等到你了呀 是啊 是啊 他们怎么那么开心啊 还叫我大侠 没想到今天居然赶上了 赶上了 闺女上牌子呀 大英雄 这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是我们仙子镇的大侠呀 没错 肖大侠 当初如果不是你帮助镇子上 抓住了恶霸盗匪 不是您救了我们的女儿 哪有我们今天安生的日子可贵呀 谢谢肖大侠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可送您的 这身儿没了一点心意 请你无边收下呀 收下 等一下 你先起来 起来 我问你们 除了我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大侠 这 没有啊 我们仙子镇 这些年 老老少少全是靠您的照幅 有您在 谁敢自称为侠士啊 我不是反派吗 为什么跟男星写的不一样啊 不知道啊 那仙子镇有没有一个仙子 仙子 他还有一个仙子权 仙子从来没听说过 这仙子权倒是有一眼 他好像就在镇子的那边 那边 哪边 对对对那边 那边是那边 这次大概有三十多里地吧 对对对 好 拿着 是 是 是 你别走我去了 是 你别走啊 是 你别走啊 是 你别走啊 仙子 仙子 虽然我们素未谋面 男星还在等着我呢 就打发慈悲 帮帮我这个忙 送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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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怎么还不行啊 怎么还不行啊 送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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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送我回去啊 你是不是在耍我 你在哪儿救的我 这水这么浅 我怎么沉在其中 我为什么要给你 小 救命 小五弟 小五 小 救命 小五弟 救命 小五弟 小 小五弟 满心 小五弟 救我 小五弟 小 救命 想回去啊 有条件的 你就是陈仙子 你帮我完成个任务 这些任务 时间 代价 都不重要 我都答应你 我现在就是要回去救他 你懂吗 懂 可是 如果你这段爱情 最终会悲剧 你还答应吗 到时候 所有的痛苦 都要自己一个人担了 少废话 我答应你 救命啊 小五弟 你赶快滚回来 怎么回事 我怎么出现在这儿 你是不是使用了什么妖法 虽然你不记得 但咱们两个就是这么个关系 只要我叫你 你就得出现 来吧 把衣服脱了 什么脱衣服 你穿这么多衣服 不热啊 吃味儿啊 都松了 顺便去把澡给洗了吧 你别碰我 你是谁啊 我认识你吗 要我跟你说几遍啊 我是你的女朋友 你是被我召唤过来的人 我要你做什么 你就必须得做什么 不然的话就是紧箍咒伺候 明白了吗 不明白 小吴迪救命啊 去洗澡 小吴迪救命啊 去洗澡 小吴迪救命啊 浴室在那边 请吧 你简直无耻 是 那个 时候不早了 然后呢 我明天要写稿 然后呢 该睡觉了呀 该睡觉回家睡去啊 我知道了 我来处理 哪有这种 在下暑假睡觉的老板啊 情况有点复杂 我之后跟你解释 没事 老板 你跟我过来吧 我帮你把行李拿过去 老板 这些床上用品 虽然都不是新的 但都是我洗过晒过的 很干净 你先凑合着用 明天我去给你买新的回来 这段时间 你们两个就都住这儿 这个屋子小吴迪比较熟 有什么不知道的 你就问他 我都还没说话呢 你有什么好不满意的 我就是不太习惯 有人在房子里面 走来走去 听到小吴声 我可能会失眠 这不是你的房子 这是南新的房子 那我还是回公司吧 可 可是公司着火了呀 你还是在这儿住一下吧 他现在连住酒店的钱都没有 你让着他 我才回去几天啊 他就把公司败光了 不是 回头带你解释 老板 你先休息吧 我们两个先走了 我就住对面 有什么事 您给我发微信啊 早点休息 我刚刚在外面 听你们说什么 仙子 失忆 是在说剧情吗 是啊 那这个男主 是不是有点太狗邪了 你说什么 我们只是在讨论而已 并没有真的要那么喜 先走了 拜拜 不